花莲市参加110年全县及社区全民联合运动会选手表现非常优异 包括了团体和个人总共获得216面奖牌 在涌夺了全县之冠 其中游泳项目有四项破了大会记录 施工所总共发出249,600万元的奖励金 肯定选手们的表现 花莲市参加110年全县及社区全民联合运动会选手表现相当优异 包括团体和个人总计获得有216面奖牌 再度拥夺全县之冠 而受疫情的影响不可以公开邀请选手来表扬 因此由中正国小代表受奖 其他各校学生奖励金则是交由校方代为颁发 那在这次的县运里面 花莲市的孩子在整体的表现里面非常非常杰出 那我们今天也特别选定在中正国小来表扬我们非常多的孩子 那不论他们是在棒球领域 游泳领域 羽球领域 或者是在跆拳道领域 都有非常杰出的一个成绩 那我们今天也看到每一个孩子 非常有纪律的接受了老师的指导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花莲的成绩里面是数一数二 我们也希望这些孩子 不论到国中或高中之后 都能够按照自己过去训练的一个初心 我们继续去做相关的训练 未来有机会可以站到国际舞台上 为我们国家来发光发亮来争取更高的荣誉 花莲市代表队在团体及个人总计赢得216面奖牌 包括81斤76银还有59桶 比赛项目包括了田径 羽球 足球 空手道 桌球排球 软式网球 棒球 游泳 跆拳道 垂球 网球和篮球等等 其中又以游泳项目表现最优异 获得了65面奖牌 其次是54面奖牌的跆拳道 绝对会幻视报道